这几年来因为中国的文化水平在提高 生活素质在提高 的确改进了不少 特别是去年公布以后到现在 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改变 但是还存在了很多不足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主要是在 不是光是在香港 在别的国家也有听到过有发声的 包括在卢浮宫中去洗脚 有很多这种不文明的行为 但是既然它列入了文明旅游法 是从法律的这个角度 去改变这种不文明的行为 那所以就是特别想知道 从立法到现在 他们的这种形象有没有得到扭转 这立法是一个象征性的 其实你一个旅客 一个团体出去 你用法律来预示他们是做不到的 但是立了法以后 至少在某些方面 给那个旅行社带队的时候 给他们一个压力 就要叫他们引导他们 一些旅客碰到什么事情 你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说光是从法律 而不是从自己的觉悟 或者是一个认知问题上得到改善 是很难全部消失这个问题的 但是我们可喜的看到 是在某些方面经过领队出去的时候 预先的一个说明 还有整体数字的提高 在某些方面已经在逐步改变了 是 您刚才说得非常好 要从认知上面去改变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但是我们看到 从立法以后 这个不文明的行为 其实从旅行社的这个角度来讲 是可以单边解约的 像以前如果是对游客进行 这种寻寻善用 这种劝导 那到现在如果他不听的话 他可以单方面的去解除这个合同 但是我相信愿意这么做的 这个旅行社可能还是不多的 一个是你真的要解除合同 应该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你这个旅途 已经在进行中 你该收的钱收了 他要做的事情 你只能是劝导他 还有如果你在中间 要废除这个合约 这个是讲法上面是可以 实际上面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 还是注重于教育 引导 还有跟他们说一个中国 一个文明大国的一个礼仪 对我们国家的形象 还有人民将来出国 旅游给人家一个外国人 感觉到一个正面的形象 这是很重要 只能从这个方面来加以引导 是 我们一直在谈这个 外出出游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 那想听听您的意见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造成现在的这种形象 这个原因有多方面 本来是一个两个国家的 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 还有一个资源问题 还有一个社会法律问题 各方面的综合 这就是中国国内的民众 到外国甚至到香港内地的 一个这方面的碰撞 所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但是这种结果呢 旺旺是很多国家 或者地区的人民是难以接受的 但是我们国家呢 有些地方的因为长期 一种生活下来的一个习惯 一下子要全部改变 是有困难的 然后呢 特别要现在看到的 有些媒体 在这个事件上发生了一件事情 它进行炒作 或者进行了一些不当的报道 产生的效果是相当反面的 特别是有些 像我们看到了 有些是政府方面 有背景的一种报刊 它如果讲的不公正 或者是起了一点 推不作然的作用 我们这政府还没看到这个问题 这是相当危险的 我们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 全面地认识到 轻描淡性地把这个事情淡化了 其实这个恶果长期衍生下去 对我们的国家的人民和政府 形象都会带来灰暗的 所以我感觉到 我们如果碰到这种事情发生了 我们应该努力地去解决 应该很客观地分析问题 这样才可以避免将来 更多不幸的事件的发生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呢 光是我们如果国内的民众出来 他们的认知问题得到提高 但是在当地的政府 当地的百姓 也要有个宽容度 也要有个时间 因为每个国家 都有不同的生活习惯 资源问题 也是一个考量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就用 每一个人 对外来的旅客 都是很苛刻的 或是用自己的高标准 或者自己的法律 去强求于别人 这个也是过分的 所以每个地区 我们出来的双方的相反的人群 大家都有一个宽容度 一个能耐度 虽然这个过程 可能是蛮长和有一点痛苦的 但是如果双方都做到了这一点 我相信时间久了 大家都出了很坦然 各方面都很愉快 那除了在提高这个国民素质方面呢 确实需要很多工作去做的话 另外您觉得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单位 需要来注意 比如说像我们的政府 政府是不是应该更加大力度的 去推动这种法治文明的建设 特别是政府方面 你提到的问题 一直在谈的 但是政府方面呢 在这个问题 他们一直感觉到 这个是小事 然后是偶发事件 但是如果这种思想 一直长期的存在 这个就不是小事 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力度 在旅游上面进行宣传 还有对一些接待旅游单位 也要跟他们要说 给他们指导 一个正确的引导 要有专人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因为很多旅游单位 在接待方面也是不太规范的 这也是造成一些混乱的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你特别是家人 很多游客出来 接待单位 他现在感到 我无所谓 太多旅游客了 他本来已经承受力 已经很困难了 所以你对他来说 如果团费低一点的 他可能有点不耐烦 这我们在香港 有些很多旅店都看到了 以前的300块 400块的店 现在都700,800块 从价钱上面已经飞涨了 那里面的服务责量呢 有些我就可以说 不是很完善的 也是不什么很好的 但是碰到这个问题 如果国内的人出来不开心 大家就有互相的碰撞了 所以这方面呢 我看政府应该加大力度的 如果政府听之认之 不仅以很好的引诱 还领导指导 这个问题发生下来呢 政府有不可推陷的责任 是 因为有很多人也在说 这个旅游文明的素质 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 你是否认同 这个是很重要的 相当的重要 然后是我完全认同的